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会把韧带弄坏掉的 是 是 是 因为小孩子的骨头比较软呢 你这个因为他是加强力度的这种跳 所以很多小孩子太小跳的话 后来到了晚年年纪大的时候骨头都不好啊 嗯 是 是 是 因为你又不会让他一辈子跳舞的 所以没有必要给他这么强化训练的 明白了吗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眼睛看到一朵朵莲花飘向眼前 和看到莲花从眼前向外飘 有什么分别呢 眼睛往前往里边飘和往外飘都是一个概念 就说明你修得很干净一些很好 莲花在你眼睛里飘都是好事情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有位同学梦里看见两块蛋糕 但是有点贵 然后听见一个声音说 这个是给未来佛的 请示个解梦 啊 就给他了 好事情了 非常好的 嗯 蛋糕都是好事情 嗯 说明未来佛就是他了 他能未来成佛了 很厉害了 啊 嗯 真好 真好 嗯 嗯 请问师傅 开智慧是不是也需要缘分呢 有的事情一点就悟 有的要慢慢开悟 那当然 没有缘分怎么开悟啊 开悟必须要有缘分 你就是学佛都要有缘分 你说你今天 你今天是不是台长在你身边 跟你拼命的讲 跟你交朋友的话 你没有悟性的话 你也只是把台长当个朋友 你也不会跟他台长学佛的呀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 他们不学佛的呀 有什么办法 没福气啊 那你什么办法了 嗯 有位同学梦见一朵 和首长大的经营剔透 蛋黄色的花 以为是莲花 然后有声音告诉他 这是舍利花 请问师傅 什么是舍利花 舍利花不懂啊 舍利花跟莲花 茶也差不多 莲花已经是说在 啊 含苞 预放 舍利花就是说 已经成熟的花 成熟的莲花 叫舍利花 舍利子 就是人的内 内在的东西 听得懂吗 比方说 你修到后来 修到后来 连自己的精英 透踢的那种 那种 剔透的那种 就是骨头啊 都可以修成透明的 透明体 那也就是说 你已经修到里边了呀 明白了吗 嗯 谢谢师傅 有位师兄 梦见自己的两个吊坠 破裂了 请问师傅 现实生活中 还可以用吗 吊坠破裂 如果张张好 看不出来 那就可以用 如果已经不好的话 那就会换一个吧 没关系了 这些是他在梦中 梦见的 啊 那就叫他做梦 要如理如法 嗯 哦 那这位师兄 明年就是369 他他需要念礼佛吗 肯定 啊 嗯 好 谢谢师傅 呃 为什么有的师兄 呃 菩萨和护法神 给的要求就特别高 比如多睡一会儿 就要扣力 扣功德呢 请师傅开始 你看你呀 你不要说你了 对不对啊 每个人修行 对自己的觉悟 过过高过低 他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的呀 那你今天要做菩萨 那就用菩萨的标准来衡量你 你今天说我做个法师 那法师的要求衡量你 你今天在人间说我要 要要一事修成 那么就一事修成的功德来衡量你 你说我今天要做佛 那马上上面菩萨就 马上护法神就以佛的标准来衡量你了呀 嗯 是是是 好了 嗯 谢谢师傅 嗯 梦怨师傅 还和师傅握手 但是感觉师傅的手很凉 嗯 我和师傅说了 自己拜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都把我一间屋里 并掏出自己的手机 是深色折叠的手机 一年里师傅要给我电话号码 让我联系一位东方台的使用 请师傅解放啊 嗯 这蛮厉害的 这就是师傅已经看见你已经身体上有阴气了 啊 叫你跟东方台 有些问题要跟东方台保持联系 不要自己乱来 学佛不能乱来的 你讲的是对的 啊 这个这个里边很多的细节都是对的 明白了吗 嗯 哦 好谢师傅师傅 嗯 嗯 大量空白的小房子放在佛台下面的柜子里 是不是不好啊 那当然不好的 你想想看你整天把支票本放的这么厚 里面人家就逼着你要等你拿钱了 所以还得去放在佛台以外的地方是吧 你一千张以内应该没问题空白的 对不对啊 几百张都没问题 你弄个几千张在那里 你肯定出事了 嗯 好 谢谢师傅 上次师傅开始过 就是烧组合的那个盘子 不能放在一条线上了 为了磕头或者点头不好 那么这个盘子可不可以跟那个组合一样 放在关注佛台前面 对啊 放在下面 不要放在前面 拿个板凳 放在佛台佛台前面 烧完了就把它 烧完了把它竖起来呀 放在佛台边上呀 嗯 是是是 嗯不要摊在那里 嗯 好好好 如果选墓地是选中间的好还是选那个四个周围边上的好呢 那要看的 那要看风水的 要高一点 这还得看风水 高一点 高一点 高一点的好 嗯 你当中很低那种挖地不行的 你要是以为学的当中 当中没有看的呀 如果正常的角度上来讲 当然正买一点好了 偏总不好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是是是 第二声音不太好 我觉得 嗯 如果现实生活中感觉自己的肩膀变宽变厚了 请问这个从学学上有什么讲究啊 现实生活当中啊 嗯 对对对 活干你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嗯 如果换佛才上的菩萨像 都是东方才的 就是小的换成大的 或者相片的换成词像的 是念心经就可以的 还是念七七七之后 边念心经边换的 心经就可以 我们自己的菩萨 没有芥蒂的 不要紧张 嗯 好 谢谢师傅 开始 呃 如果家里的床单被小孩子用剪刀给剪坏了 床单还可以再用吗 疯疯好呀 剪坏那么疯疯好 没关系的 你只要自己觉得 觉得没有大碍 你就可以用 如果你在当中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那你就尽量换一条了 明白 好 谢谢师 嗯 打不通师傅电话 除了自身缘分 心态因素之外 师傅还和要问的问题 提出问题的人的气场 怎么有关系呢 应该很少 你这个问题应该很少 啊 主要是打电话的人本身的气场 嗯 哦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如果佛台上方的顶峰有射灯的话 是否就可以不用在佛台上拐放莲花灯呢 哎 莲花灯如果你觉得比较空 你庄严一点放两盏 如果你觉得佛台很小了 如果顶峰有射灯 你不放莲花灯也没关系的 嗯 哦 哦 谢谢师傅开始 嗯 请师傅再给我开始几句 开始几句 你很好的 很好的孩子 好好努力 学佛呢 靠的是什么 靠精进 就是要不断的精进 精进才能成功的 明白了吗 嗯 是 好吧 谢谢师傅 嗯 那好师傅 好 我今天没问题 再见 再见 好好修啊 嗯 哎好 谢谢师傅 一定 很好的小伙子 听讲话声音都是很规矩的 嗯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 师傅你好 呃 喂 请讲 感恩关心 感恩师傅 嗯 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嗯 啊 请问师傅 陶瓷的花瓶水壶茶具等 可以用青花瓷的吗 应该可以的 嗯 就是花文不要太多 太多不好的 嗯 少一点 啊 花文不要太多 嗯 啊 好的 那那 再请问师傅 呃 有同修说 那个遮光的蚊帐 呃 不可以用深颜色的 那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是啊 你太太深了就阴气太重了呀 哦 太深了就阴气太重了 哎 你想想看 你把光芒都遮住了 你说不是属阴的吗 哦 好的好的 那那再请教师傅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初一十五可以去验血吗 可以呀 那没问题的 求不再保佑啊 验血平安了 嗯 哦 好的 那再请教师傅 梦到其他同修和呃 做梦的那个同修要呃 那个 不是 不是 对不起师傅 就是梦到其他同修要和做梦的人 要那个一百斤的大米 请问师傅 就是问他要要账 他欠他的 上辈子欠他 那那具体要要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百张给小房子呀 二十一张就好了 哦 一百斤大米 就是二十一张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梦嘛 嗯 哦 好的好的 那再请问师傅 就是呃 梦见将自己很脏的这个枕头啊 从高楼扔下去 那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啊 那就是 说明他已经在宵夜了呀 但是他这个 夜夜不忘 人家身上人了 不是从自己 自身上解决的 很多人宵夜是怪人家不好 让人家去背 明白了吗 自己没背 哦 那那这种要注意些什么吗 所以不要太自私呀 哦 好的好的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手破了 然后把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那个背景部分 沾了一些血迹 然后但是又马上 擦掉了 请问这样的菩萨像 还能继续供奉吗 要念多少礼佛大成会文 嗯 可以的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嗯 可以 那就礼佛大成会文 还要念吗 要的 最好念一遍 嗯 不要念一遍 好 好的 呃 那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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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天都要上香之前平一下是吗 你看着 你如果不是很脏 那你就一两天两三天 对不对呀 四五天都可以 最主要平香炉也是一种功德呀 嗯 哦 也是有功德的 嗯 啊 好的好的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呃 因为现在很多师兄有可能都是天上下来的 然后带有这种任务的 但是呃 就是有些任务 就是会随着这个同修的缘分的改变 那个初始下来的这些任务也会改变吗 任务是不会改变 因为下来之后五一六成索染的话 可能他就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了 任务永远是在的 但是他完成不了这些任务 任务就跑掉了 没了 任务也是有成都坏空的 啊 听得懂吗 那如果完成不了的话 那是不是也就回不去了呢 肯定的 叫你来完成任务呢 你任务完不成你还回得去了 那就是那就是打理方这个任务没做 但是他做了其他方面的很多的功德 那要看着 其他方面功德看来做多少呢 能够cover 能够超过他的缺德 功德超过缺德 那就可以 功德 缺德比功德多 那对不起 照样 判你为缺德 好了 哦 只要是在红法立身的 这些都可以 就是也是会 都可以 哦 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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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好的 呃 那那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师兄都是跟师父比较有缘分的 然后有有的时候 呃 师父 法身 虽然人不在师父的身边 但是师父的法身就好像管住他一样 那请问师父又何等的这样一个缘分 师父的法身会经常的这样 呃呃 管住他呢 那就是上辈子跟师父修过的呀 就像你比方说 你这辈子跟我修过的 如果你没修成 你下辈子投人了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嗯 那么你会经常 啊 做梦做到师父在天上跟你加持 管住你 那不就是跟现在人间师父的法身管住他不一样啊 也是一种缘分呀 哦 就是有种缘分 对啊 像我们秘书族那些小朋友是师父直接在他们边上管他们了 对不对啊 哦 那隔的缘分跟师父也是很有缘分 很有缘分 法身就来管 法身来得快 有时候他们就在师父身边 他们不一定见得到的 有时候我也不会讲他们缺点 不讲缺点嘛 他们就身上一直一直有缺点 有脏呀 没人说你脏嘛 你就一直脏下去啊 有人说你身体上哪个地方脏 哪个地方脏嘛 你就擦掉了 你就不脏了呀 哦 所以说心心跟着师父好好修的话 师父法身就来得特别的快 对对 就一直管 像管小孩一样 就管着就特别的性 对对对 哦 好的好的 那再师父请教 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一起共修白话佛法 一位师兄忘了很多新的同学解答问题 晚上回家就不舒服 梦到这位师兄跟做梦的人要铅笔 那个铅笔的笔心 这是什么意思 小房子 要他 要小房子 要他帮忙 帮他跟上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人的业障很重的 所以他 他度人 他自己的能量不够 他度这种人 业障很重的 他度错了 没办法 那要念多少小房子 如果说铅笔的笔心的话 一千张呀 哦 好的好的 很厉害的 那再 很厉害的 嗯 你想想看 他上辈子跟你一定有大缘分 一般说 过去说 梦见毛笔 铅笔我是 应该没听到过 但是毛笔 我就从毛笔这个画出来的 过去说 跟你有冤结 人家上书 对不对啊 就是咒章啊 咒书啊 就是用毛笔 很多过去宰相 做梦做到毛笔的话 就是说欠这个人的债 哎呀 不得了的 债 耳朵还了 一般还千张万张 就是这样 哦 那那这个 要念很多小房子呢 看吧 念到一百张 一百零八遍 看看会不会好起来了 好吧 哦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那师傅 那再请 请再师傅解 解一个问题 就是 师傅说选 梁城即日 可以按生日 选单双日 那请问 如果先生的生日 呃 应该 如果按照先生的生日 应该选单日 但是按照太太的生日 应该选双日 那么两个人 共同做一件大事 比如结婚 那按照谁的生日来选 当然南方 哦 按照南方的 老公呀 哦 钱呀 钱坤不 钱坤不 钱的 钱比较厉害呀 钱坤不 钱倒比较厉害呀 哦 就按照先生的来 我知道了 嗯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是 呃 同修想要买一个学区房 那个数 金额比较很 比较巨大 那又请观星 普达托梦 要不要买 然后梦到在一个商业街里 有一个叫呃 牛梨花的人 呃 是销售能手 能卖好的东西 一天 呃 能够卖到一到两件衣服 最后他死了 还落得很落魄 那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牛梨花 现在死掉了 你说 你能去买吗 啊 就是说 还是菩萨托梦 就是不要买啊 不要买啊 啊 你本来有一个很 很会买东西的人 死掉了 你说你现在怎么买啊 哦 好的 好的 呃 那那能买 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家 进去呃 读大学 放假 把那个棉被放到他们家 呃 洗被套时发现 圣里痴有很大的这些血迹 那请问这样对同修家有没有影响 全是什么血迹啊 就是圣里痴的这些血迹 然后请问对同修家有没有影响 哦 不好的 心里痴也是属阴血 哦 血属阴的呀 不好的呀 嗯 叫大家当心 稍微念点经 当心啊 念大悲动 嗯 哦 念着大悲动 好的 呃 那再请请教师傅 就是从修呃 想做一些点心给大家吃 点心的形状像莲花这种 就是起名叫莲花酥 那师傅曾经开始过有莲花的图案的莲子最好不要 有那请问这种点心的话 有莲花的形象是否如理如法 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莲花酥只是代表纯洁 并不代表你天上的莲花 没什么作用 嗯 哦 好的 这是外形 外形 好的 嗯 那 那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有同修劝别的师兄 呃 慎重要孩子 说有孩子就 呃 就会 就会很拖累 那请问这种 劝法会 动人因果 他如果没结婚 没孩子 那应该不就是动因果 只是讲道理给他听 如果人家已经有孩子 你这么一劝 他如果以后不管孩子了 你就有业障了 啊 就有业障了 哦 好的 那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同修问菩萨以后还会有姻缘吗 能修清静身 清静身吗 晚上梦健在超市里面排队买东西付钱 但是呃没没东西买 他呃赶出去要上厕所了 看见妈妈搬过来一包一包的米 要给要卖卖给超市 那请问师傅 那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卖给超市啊 嗯对的 那就是同修问姻缘 然后就那个梦到这样一个梦境 什么梦境再讲一遍 这梦到晚上呃梦见超市年排队买东西付钱 但是呃什么东西都没有买 然后他赶出去上厕所就看见妈妈搬一包一包的米 要卖给超市 嗯 应该这还是件好事情 凡是看见米啊果啊都是好事情 他还有东西可以卖 说明他还有本钱 嗯 那那同修跟同修问菩萨的以后有没有姻缘有关系吗 有啊 顶上去 那意思说明还是会有姻缘 对啊顶上去的呀 嗯 哦好的 嗯 那那在那个 那请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啊 呃 呃就是现在师兄用一种叫乳斑尺 叫也叫阴阳尺来量这个佛台的尺寸 呃说有多少阴 说有多少多少为阳 多少多少为阴 那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再讲一遍好吧 有点累 对不起 对不起是师傅你有点 有点 没关系思想不集中 嗯 好的 嗯 就是现在师兄用作一种鲁斑尺 也叫阴阳尺来测量佛台的尺寸 呃说多少多少为阳 多少为阴 那请问这样子如理如法吧 他自己讲他自己的事呀 他要验证的话嘛 他以后慢慢验证了 这事出有因啊 像这种总会有他的道理 明白了吗 但是现在是同修用这个这个尺来帮 来量佛台 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根本没关系的 好了 哦 没有关系的啊 啊 好的 好的 嗯 嗯 我做一个分享吧 给给给师傅 就是闹师傅也休息一下 嗯 现在现在大家都在学习这样一个白发佛法 然后呃 呃现在成了我们法门的第四大法宝 然后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受益 因为我们平时都很少呃 讲这些佛理佛法 平时大家都是在家修行的占绝大多数 然后平时讲经讲这些佛法的理论也是比较少 然后呃 开口度人的话 肯定是要讲讲那个佛法的 然后通过读诵白发佛法呢 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 也是锻炼了自己宣说这样一个佛法的能力 然后也是能读的读诵的过程也是能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悟性 然后也有有能提高自己的记忆力 然后又能锻炼自己的口才和度人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嗯 最近一段时间读下来我真是感觉特别的受益 然后念诵了白发佛法之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梦境 然后最近念了点念了很多的白发佛法 然后自己梦到呃在呃就是在很多很高的一个山上面 然后也是一本一本书 写起来的这种高山哥这种高楼上面 就感觉真的是呃特别的法系 这个读白发佛法真的是特别的灵验 而且读诵过程当中能得到佛法的这个压持 肯定的感应特别的强烈 肯定的感恩师父能给我们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法门 然后有这样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佛理 然后理解理解的同时通过读诵的话 又能提高自己这样一个口才和提高自己一个度人的这样一个能力 这是感恩观心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嗯那那再请教请教师父呃一个梦境就是呃同学梦见把一件深绿色的衣服给了以前一个同事 那请问是那个给出去的人就是受衣服的那个人帮那个同学背夜了吗 收衣服的同修怎么样啊对不起 就是同修梦到把一件深绿色的衣服 给了以前一个同事 那请问这是自己宵夜了吗 自己宵夜把衣服 昨天每天晚上三点半四点钟睡觉 早上一早要起来写稿子 写完稿子还要赶过来做节目 有会没睡几个小时 很累 你再讲一下 对不起 就是同修梦到把一件深绿色的衣服 给了以前的一位同事 那请问就是同事帮他宵夜了吗 帮他备夜了 帮他备夜了 好的 那再请问师父 就是梦里面王仁对同修说 要他上五支香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只能给他 只可能给他有一支香炉 那请问什么意思 多少香呀 多念经呢 哦 都是要多念经给他吗 对啊 现实生活当中只给他了一个香炉 对啊 一个香炉嘛就是烧的太少了 你说他哪个庙里哪个佛胎只有一个香炉的了 哦 好的 那再 你请 请师父解一个吗 就是同修梦见吃大便 是不是 呃 狗投胎的 还是男女之间出了一些问题 两个可能性都有 做狗男狗女之事了 呵呵 吃大便 好的 分辨地域 好的 那这 那这方面要当心 全都要当心 啊 那再 嗯 那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同修说 有一种红笔 一个笔上面带有好几个笔头 点下去就可以 呃 好几个红点 同时点 这样子点红点 如理如法吗 不好 太多也不好 不好呀 最后还是一支笔 然后一个头这样 一点一点这样一点点会 哦 因为这样子感觉也是一心一意 这样子会好了 好 对呀 好麻烦 哦 好的 好的 哦 那那再请教师父一个梦点啊 就是呃 同修梦到自己要去澳洲 然后呢 自己的行李 还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放到车上了 但是 嗯 由于自己对家里面还是有留恋 就是在家里面看看 东看看西看看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车子就 巴士就开走了 然后同修就在梦里面追这个巴士 然后呃 没追到 又打电话 问公交公司要这个呃 巴士 然后要这个行李 那请师父解梦 这是什么意思 开走了 东西行李上去了没有了 行李上去了 但是他由于留恋家里面 然后就没跟上这个巴士 然后拼命的追这个巴士 哦 哦 那就是叫他要好好努力了 不要再这样了 嗯 哦 就是要好好努力 要不要不要留恋家里 就是 就是我们说 就是留恋家里太多了 就放不下呀 哦 说白了就是放不下 就是要不要辞的电话 就是要好好地放下 就是放不下 哦 好的好的 那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自修经文有时 时效期吗 时效的期限吗 就是打比方 我呃 两月份烧了一张自修经文求工作 但是如果求工作的话 我要过几个月之后 才去真正的找工作 那请问之前烧的这些 几年呢 有效果吗 七年以内应该都没问题 哦 一年以内 七年 没有问题 七年 一年以内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哦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嗯 那那再请教 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师父开始过 德不配位必有 摘殃 那还有 呃 后德载物 这些都是德 这些德指的是品德 还是行的这些德行呢 对啊 品德和德行是一样的呀 啊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那那再请问师父 呃 一个一个梦境 就是有同学梦见 另外一个同修的头发很短 而且染的是五颜六色的 那请师父慈悲节梦 那就是这个人花花肠子呀 这还不懂啊 没学好了 走偏了 嗯 哦 没学好走偏了 嗯 哦 好的好的 那那那再请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把一个白色的 新的这个碗放在 在人家的佛台上 那请问师父是要提醒该同修 是功德不足 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把自己的碗放在哪里啊 别人家的佛台上 啊 从他们家拿功德 哦 拿功德了 嗯 那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请教师父 梦里面自己穿红色的衣服 是新的 然后和梦见别人穿红色的衣服 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自己穿新衣服和别人穿新衣服 都是代表重新做人 消掉很多业障呀 啊 都是红色的 对呀 有有讲究吗 红色嘛 就护法呀 红色就是护法 也是一种加持力 对呀 红色就是阻碍自己的 邪念 邪知 邪行 啊 你看看那个红绿灯 就是红灯 就是叫你停呀 嗯 好的好的 就是停 就是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能量 啊 啊 好的 那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上期节目 里面师父开始许愿清修的同修 念 呃 五百遍礼佛 一千两百张小房子消除 呃 消除自己的业障 这个是个案 啊 很多 许愿清修的同修都按照师父以前开始的许乐 而同样多的礼佛和小房子 呃 所有的药都一样吃啊 嗯 所以说许愿清修的话这些礼佛跟这些小房子都是按照个人的这些呃业障来来来根据许的那有一个呃区间嘛就大概要念多少礼佛大概要念烧送多少档什么问题要看什么问题了就是许愿那个清修啊许愿清修啊108遍可以了嗯啊108遍礼佛啊然后大概小房子都可以了啊108遍礼佛啊然后大概小房子都可以了啊108遍礼佛啊 小房子就随便的只要在69张以内都可以哦好的好的好的那那再请教师父最后一个问就是有同修梦见妹妹哭着说自己嘴巴要生十种癌症要念一千张小房子梦醒之后同修非常担心就发邮件给艺术处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师父慈悲开始同修妹妹嘴巴乱讲话造了十种口业要好好的念礼佛忏悔 同修想继继续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大概要念多少礼佛这种这十种口业大概是指哪方面的十种十种口业 你看他们就好了奇语啊两舌啊恶口啊再画出来很多挑拨离间啊啊啊这种诽谤啊啊冤枉别人呢可能大家嘴巴一塌糊涂了就 哦那那冤里面这个要念一千张小房子那就是要一千张对啊他告诉你一千张就是一千张 没还价那那礼佛怎么念了啊礼佛啊礼佛礼佛就跟着小房子念啊礼佛们就一天三遍了五遍了就这么念了 哦好的好的啊好的一天三遍五遍一千张小房子好的感恩感恩关心铺杂嗯好 我师父保佑我们红法顺利10月份我去参加师父美国的法会 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关心铺杂师父保重身体啊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自画自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